和你一起重新看待生活 找到未來可能的鑰匙 這裡是雷蒙30 哈囉大家好我是雷蒙 我們今天要分享的主題是 柚子在上次柚子說有一集裡面叫 對的人裡面提到的 朋友的模型 然後這個朋友的模型 其實是我在2017年上TEDx去分享的時候 講的一個主題叫分享的力量 然後他裡面有提到 我對於大家交朋友的這個事情 我做了一個小分析 跟大家講說我們怎麼樣去交一個朋友 會對我們人生比較有幫助這樣 然後柚子拿去使用 所以我們今天想要把這個模型展開來講 所以我們特別邀請到了柚子 進來當我們今天的聽眾 然後進行跟我們一個對話 嗨我是柚子 對所以我們今天不只是 回顧當時2017年分享的朋友模型 還有講這三年之中 就是現在已經2020年了嘛 那這三年之中我在交朋友的過程中 或是我出社會之後 看到了這個模型中 是哪些需要調整修正的 嗯一個進化版嗎 對所以今天的朋友的模型 就是一個進化版本 所以時間在變化 然後人也在成長 那其實過往的模型 雖然還是可以用 可是有些地方要做一些小小的調整 嗯 所以之前是大學時候做了這個模型嘛 然後大學生可能會覺得說 這要有點幫助 然後甚至看到很多人會分享這篇文章 或分享這個演講 那我希望今天加上我們一些修正版本之後 一些在職場上的朋友 我會覺得說 啊這個 真的是我們應該要去調整一下 我們看待朋友的方式 嗯 對因為其實我們 一輩子是離不開朋友這個事情的嘛 我們不太可能一個人 離群所居 自己一個人做自己的事情 我們必須還是要回到人群之中 對好 那我們要準備開始分享了 準備好了嗎 要開始囉 之前講的朋友的模型啊 主要分成四大因素 也就是當兩個人要變成朋友的話 其實會有四個因子 這四個因子啊 分別是個性價值觀目標跟金錢 金錢 對 其實這個個性價值觀目標金錢啊 我當時在我演講裡面 又是應該都有看過 可能看到爛了 就在金錢這個地方我是畫徐顯的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在大學階段 基本上大家 對於金錢這件事情變成朋友 不太那麼重視 嗯 就大家可能都是因為個性價值觀目標 三件事情而變成朋友的 那為什麼金錢當時花徐顯 因為他出了社會之後 會急速加大 也就是如果現在有很多在職場上工作的朋友 你會發現啊 就是進入職場之後 你身邊的人 通常都會跟你的收入水準不會差太多 也就是在跟你不同量級的人 你會比較碰不到 因為職場就是非常勢力 所以當你還沒有進入到那個量級的時候 很多人是不太願意跟你做朋友 所以呢 在跟學生階段的朋友們講 你們在學生階段的時候交到朋友 真的好好珍惜 嗯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三個因素 還有加上金錢這件事情會怎麼影響好了 我們先分別來看 如果你只有個性相同的朋友 大概叫做什麼樣的朋友 酒肉朋友 這是因為你看過了 你不要這麼快地公佈這個答案 對 就是個性相同會像是酒肉朋友 只有個性相同喔 為什麼會這樣說 因為其實人的外寫個性是相同的 也就是說基本上 人的基本上的人性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比較怕死 比較偷懶 喜歡安逸的生活 所以在外寫個性相同的時候 人都喜歡玩樂嘛 所以通常就是 你會覺得說 這個東西跟我很合 因為是他表現出來的感覺跟你很合 這件事情基本上 每個人基本上不會差到哪裡去 因為我們彼此都還是動物 我們都還是保有這個人心 那我們接著往下去看 如果只有價值觀跟你相同的人 通常是怎麼樣的朋友 知己 不對 是心靈夥伴 你看 柚子就是一個就是吸收完資訊的時候 可能就會忘記當時講了什麼 什麼叫心靈夥伴 心靈夥伴也是知己啊 不是不是 知情靈夥伴自己有差別 會這樣跟大家分享 什麼叫心靈夥伴 什麼叫知己 心靈夥伴就是 他只有價值觀跟你相同 也就是你大概不會跟這個人出去玩 你也不會跟他做事 可是你心裡面有話的話 你會想找這個人倾訴 他就是你的速動你的港灣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心靈夥伴就是指說 你在討論一件事情的時候 很多事情是價值觀 什麼叫價值觀 就這件事情沒有是非對錯 他只有你相信的那個立場 也就是可能像什麼同性婚姻啊 可能像死刑要不要廢除啊 我們要不要支持有博外做啊 這種東西很價值觀 因為他沒有一個正確 絕對正確和絕對錯誤的答案 他就是你相信什麼 你站在哪個立場這樣 所以很多事情的時候 因為價值觀的事情 會讓別人吵架 對吧 就是大家最容易吵架 是因為價值觀 所以他們不是自己 但是會為同一件事情發生 對 相信你身邊可能會有這樣的朋友 就是你出去玩不會找他 你也不會找他一起工作 可是你想聊天的時候 想要找這個人 因為這個人懂你啊 這個人懂你在想什麼 就是你跟他價值觀非常合 可是你跟他的個性跟目標 可能沒有那麼合 感覺是抗議現場 會遇到的這些朋友 沒有看現場我覺得可能連目標都相同 好 所以我們來看第三個 就是目標相同 可是個性跟價值觀都不紅 就是你的工作夥伴 OK嗎 很多時候在你的職場裡面 通常不會跟你的同事出去玩 你也很少去跟你的同事分享心事 可是呢 你在工作的時候會找他 因為你覺得他工作的時候靠譜 我們可以一起達成目標 然後滿足老闆 然後獲取獎金 棒 他就是工作夥伴 好吧 那我們集合來看 如果個性跟價值觀都相同的朋友 會是什麼樣的朋友 知己 這個才是知己 你的知己不會不跟你出去玩吧 一定會啊 所以基本上就是 如果可以跟你出去玩的 又可以跟你聊心事的 你跟他講什麼事情 他可以立刻很快的get到 又了解你可以跟你 聽你講話 那就是好知己 對吧 那如果三個都相同呢 是你的知己 還跟你有相同的目標 要下一段時間的 這個是又只說裡面講到對的人 就是人生伴侶 就是我其實很相信這件事情 也就是如果一個情侶 他沒有跟你有相同共同的目標 你相信我 你們很快可能就會分手了 因為我自己是不太相信 就是兩個人在一起 還沒有一個共同目標的 什麼意思呢 因為很多時候就會變成說 你們長時間相處下來 會有另外一個人 都會覺得說我就是在對 另外一個人付出犧牲 我為了他犧牲掉我的目標 這件事情就完蛋了 這件事情長久下來 即便你沒有表示出來 你就會記在心裡面 當哪一天突然間像一根落頭的 最後跟稻草壓上去 你就爆掉 你就說我為你地生了這麼多 你呢為我付出了什麼 你知道我為你 我目標沒有辦法達成嗎 而人就是一個目標導向的動物 但他一直覺得說我為了你 就一直拖累 一直等你 終究一天會分手 對 所以我一直都覺得說 很多大學生都會覺得 跟一個人就是聊得很開心 出去玩也很快樂 OK嗎 個性價值觀相同 可是我問他說 那你跟你的男朋友 有什麼共同目標嗎 講不出來 我們就等著看 畢業沒多久就會分手 不好意思各位盟友 可是我真的很直接講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真的是層出不窮啊 就是你可以看到 遠距離戀愛很好的人 或者是在一起生了非常久的 他們通常都有相同共同的目標 即便這目標可大可小 可遠可近 可是可以兩個人一起互相砥砺完成 他不會覺得是為誰犧牲 而是為共同去創造 共同去取捨 這件事情才可以長久 嗯但我覺得如果 目前你們在一起 價值觀跟個性都很相同 可是目標不一樣的話 或許可以在互相磨合的時候 一起找到 因為可能現在兩個人 都對於那個目標 還沒有很確定的方向 那可以一起互相的去找出來 然後找到同樣一個目標 好我的這點講得非常好 就是我下一趴有講 其實我覺得 你們現在雖然沒有目標 可是一起找目標 這件事情是好事 所以呢這個朋友模型 重點其實不是分別來看 而是那個順序 什麼叫順序呢 就是你想想看你之前大學時期 或是你在年輕的時候 你都會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一開始的銀星典禮 不管是星星的訓練營 還是大家開學的時候 跟很多朋友認識 你有發現其實我們大學第一批交的朋友 通常都是個性取向相同的朋友 也是你跟這些人玩在一起很開心很快樂 然後你就交這邊一波的朋友 基本上你都交了一群酒肉朋友啊同學 什麼意思呢 因為其實人都是有人性的 所以我們透過人性聚集起來 然後去獲取快樂出去玩 這件事情是很容易的 然後你會發現 你到大三大四要畢業的時候 你開始想要找人去聊一下心事 開始想要找人去創造一些共同目標 去尋找共同目標的時候很難找 因為這些跟你一起出去玩的朋友 不一定可以跟你談這件事情 我們就假設一個場景好了 我們今天一起唱歌 我們唱歌到一半的時候 你突然覺得說 唉我好想找一個人可以一起出國留學喔 那我就很想去法國 所以我想要學個法文 你就大家在唱歌的時候 開始唱無樂不作的時候 當天是hater之類的 然後你就開始講說 現場有誰可以去陪我一起學法文嗎 我跟你講全場看著你整個傻眼 他說唱歌好不好同學 就是你有發現其實在玩樂的場合之中 你很難去講一些價值觀 或目標相同的事情 你有發現你身邊的很多 可以跟你出去玩的 唱歌TV的 出去夜衝的 出去夜唱的 那些朋友很難跟你聊這些 心靈層面跟目標的事情 對吧 你再換個角度思考 那些可以跟你一起有共同目標的 然後可以跟你聊心事的 是不是都很容易可以跟你出去玩 對吧 所以順序是很重要的 因為人的本性是趋吉避凶 是好意勿扰 所以我們很容易吸引了一群很有人性相同的朋友 可是我們就忘記 真的對於我們未來是更重要的 其實是價值觀跟目標的相同性 所以我沒有說就是 當你現在已經沒有目標的時候 就會分手這件事情 而是我們如果真的在一起了 個性跟價值觀相同在一起 我們要盡早去找出彼此的共同目標 再來是讓感情長久的方式 可是今天這集不是感情題 今天這題是要講怎麼樣交朋友 甚至到職場層面 所以如果在大學層面 或是到職場層面 都有一個方法是一個通用的 也是我們要常常去做分享 所以回到那個當時演講的主題 叫分享的力量 對不對 所以就是我們要常常去做分享這個動作 因為透過分享 你身邊才知道說 你在意什麼樣的議題 價值觀 你想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目標 你透過這樣分享的時候 你可以召集一群人 就是跟你共同價值觀的 會聚在一起 跟你有同樣目標 會一起幫你一把 你可以尋找這樣子的一個圈子 好 這是我之前演講講到 立場到這邊就收尾 對不對 對 這是我兩年前 我發現了一個朋友的模型 然後對我影響很深 也就是那個時候的時候 基本上我臉書上 只有跟我個性相同 就是只能出去玩的朋友 基本上都33了 你不要刪掉這樣子吧 就是你放在我臉書上有 沒什麼意義啊 我希望放在我臉書上有的是 可以跟我聊內心事情 我相信的價值的 對 或者是你可以跟我一起 做一件事情 共同做的 然後聊這個共同價值 不一定要你跟我同立場 就是你不同立場 你可以講出一些 我覺得有趣的觀點 讓我有啟發 我覺得也很棒 對吧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這是 很好的朋友的過濾的方法 那怎麼樣讓你的價值觀 跟目標的人更多呢 透過分享 好 那我們拉回來講 到你進入了職場之後 進入了這個社會叢林之後 有什麼很大的影響呢 也就是金錢的影響這個屬性 真大 之前我們只有個性價值觀目標 三點 那現在多了一個金錢嘛 對不對 我曾經聽過一句話很特別 他說你出了社會之後啊 你的收入就是你身邊最親近的 十個人的平均 這件事情是他講的 可是我覺得這件事情 真TMD有道理 我還要消音的時候 我們只能這樣講 就是他這句話 有點驗證了這個朋友的模型 也就是出社會之後 你交的朋友 會因為你自己的資本的量 會有不同的量級 因為其實大家身上的負擔 越來越多了 不管是你出了社會之後 你的精力跟你的時間資源 可能你要跟你的伴侶 跟你的家人 跟你的小孩 所以你自己可以用的時間跟精力 就是energy 的資源其實更緊縮 所以你幾乎找不到那些 跟你的金錢量級不同 卻只是因為個性相同的朋友 你可能可以找到 跟你金錢量級不同 而是價值觀跟目標相同的朋友 你有發現嗎 如果跟你跟金錢價值不同 你們基本上 吃喝玩樂是完全不一樣 是不同水平的 因為個性就是外顯個性 就是人的一般行為 日常行為 他就會跟個性掛鉤 對吧 所以你會發現 你出社會之後 你大學教那群酒肉朋友 很少在聯繫 因為出社會之後 你們開始有不同的金錢量級 對吧 所以我一直很鼓勵大家 就是九肉朋友真的少交 怎麼評斷呢 很簡單 就是你那些 只想跟你出去玩 你想聊天 想要做事找不到的人 他們就是九肉朋友 對可以刪除了各位 可是你先不要 把你的podcast管掉 真的 常常在刪除 對我們今天這集 就是比較行動派 我會這樣覺得 我會覺得有時候 就是大學那群朋友 都好像很少在聯繫 對啊 或是高中朋友也很少在聯繫 因為出社會之後 如果真的金錢量級不同 金錢真的有點銅湊味 可以講資本 就是你身上的資金量 這件事情真的會影響 就是你金錢量子不同 可是如果你有共同價值觀 或是有共同目標 還是有可能變朋友 像我們那是很多前輩是這樣 那裡面很棒嘛 可能就是基本上月薪很高 跟我不是同個量級 可是我們還是因為 相信同一件事情 想要做同個目標 我們還是可以合作 還是可以當好朋友 對吧 所以其實大學的時候 我相信大家都會 開始教很多朋友 廣交廣結善語 這個叫擴散促及 我覺得沒有問題 對 可是在出社會之後 絕對要懂得取捨跟過濾 然後金錢這個出來之後 你才會意識到 原來之前交那些酒肉朋友 真的都可以刪除 就是其實社群網站很可怕 前陣子你不是做一個30天計畫嗎 然後我就有個學弟嘛 他做完30天之後 他自己有幾個想法 第一個想法是 他覺得自己有點神奇的感覺 也就是他以前不太會把他自己 也跟人生活發出來 嗯 可是他這一次就開始不斷發出來 現在一點點不舒服 可是他說這不舒服其實是好的 因為其實人就是太習慣舒服的環境 所以你不會去做改變 你不會去挑戰自己 不會讓自己更好 這是第一點 他覺得不舒服 所以他覺得不舒服 所以他覺得不舒服要怎麼辦 他發現說他的好友裡面 可能有很多人 跟他好像沒什麼交集 就沒有相同的價值觀 沒有相同的目標 那為什麼我要讓他看我的生活 我覺得不太舒服 讓他看我的生活這樣 對啊 所以他把它刪掉 這件事情是好事的 其實他當時在刪的時候心裡面有點疙瘩 就不知道敢不敢刪 因為其實就是色情網站的可怕之處 因為我們都會覺得說 我們剛剛喊為的是一個連結 刪掉之後好像就是跟對方似敵意了 其實不會真的 像你爸媽那個年代 我爸媽沒有色情網站 我媽媽不喜歡一個人會怎麼樣 我就當作不看到他就好了 不要聯繫 不要聯繫 我就覺得我沒關係 我生活變得乾淨快樂許多 如果我都不喜歡那個人 然後我還一直想著他 甚至還把照片印出來 放在我們家裡面的牆上 瘋了 沒有回家超不開心 太可怕了 現在色情網站就是這樣啊 就是一打開的時候 就是這個人同學我不喜歡 然後我怎麼滑就滑到他的動態 因為他也很愛分享 對不對 就是我們就盡可能把他刪掉嘛 不然這個就感覺像你爸媽那個年代 然後不喜歡一個人 然後他還把他的照片貼在你家門口 你回家就看到他的臉 吐血欸我跟你講 就是你為什麼要把你自己 不開心的情緒放在身上呢 就是這個人啊 可能會有更適合他的朋友的圈子 可是不屬於你 你就真的可以把他刪掉 所以我覺得出社會之後 其實金錢的比例上來了 未嘗是一件壞事 他反而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我們跟的是應該要好好的培養 價值觀跟目標相似的朋友 嗯 對對對 所以其實我今天最後給大家一句話 就是其實不喜歡一個人 並不是什麼大事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讓那些 不喜歡我們的人 喜歡上我們 這個很難 可是我們能做的事情是那些 把握珍惜那些喜歡我們的人 對 這件事情是我們可以做到的 嗯 對就像我們做這個節目一樣啊 就是我相信如果你聽到這邊啊 你應該就沒有這麼不喜歡我們 對吧 甚至於你喜歡我們 很棒 謝謝你 對吧 好可愛 那如果你不喜歡我們聽到這邊 你絕對是酸民 真的 拜託你不要鬧好不好 離開 真的 真的你不要再鬧了 就是你聽到這邊 你今天要想要抓把柄 然後之後講說啊 可以扣好這群帽子 開始可以找到他的點 然後去攻擊他一頓 我真的覺得 你這個時間省下來 你知道你現在聽了可能十幾分鐘 你要去做你的一個讀書啊 做一個技能學習 對你都更有幫助 你酸我有什麼好處 對不對 你攻擊別人有什麼好處 對啊 你用剛剛那個爸媽那個年代的樣子 來舉例 我就覺得很好 就會想像他們那個時候 沒有網路圈那麼發達的時候 如果是不喜歡一個人 或是發現一個朋友跟你價值觀不合 你就是離開就好了 可能就是這次見面完之後 一輩子都不會見面 但彼此都還是過得很好 對啊 並不用去一直想著要跟他有連結 對啊 不然你一直放著社群好友 那你就覺得說 把他刪掉感覺對他不太好 感覺是是一個敵意了 但你每次看到他 就想要酸他 想要攻擊他 想要去嘴幾句 你會覺得這生活多累啊 真的不要這樣過 你直接把它刪掉 其實也是一個我跟他講說就是 我們真的不要再互相往來 是對彼此是好事 可是其實台灣大家好沒有經歷這個認知 很多時候你被刪除了 你就心裡面不爽 刪什麼好友 真的 是不是怎樣 想宣戰嗎 就是台灣人會有很多這種惡元論 對 就像最近那個黑人那個嘛 就是大家會想什麼 Black life matters 就是黑人的生命是重要的 然後就會有人來講說 屁啦 就是什麼所有人的生命都重要 感謝everyone啊 我覺得這件事情就很莫名其妙 我跟妳講過嘛對不對 對 當一個人會說黑人的生命是重要 並不代表他認為其他人的生命不重要 這件事情很傻眼 就是我為什麼要把別人就是嗆他 就是向他說 所有人的生命才是重要的 他又沒有講說所有人的生命不重要 謝謝 就是我這件事很傻眼 就是很多人會覺得說 欸妳沒有選A 妳就支持B對不對 就是哇靠 超莫名 大家很容易惡元論 那我刪掉妳好友 妳是不是要跟我對立 想跟我成為敵人 沒有 我們是想保持距離 就是我覺得天哪 所以臉書才出了一個新的功能 叫保持距離 為什麼會這樣出 很多人就是因為不敢刪好友 是啊 可是我覺得這就是人的本性 因為我們都不喜歡被討厭啊 當我自己去發現一個 沒有那麼熟的朋友 他忽然把我刪好友 我也會覺得有一點 怎麼會這樣的感覺 沒有 沒關係 我們要釋懷 但是就像我之前 我們要被討厭的勇氣 對 我正要說 就是這個點真的是 一直要學習 就每一個人都在學習的當下我覺得 可是其實 要學會被討厭的勇氣 我還是喜歡那種 被喜歡的鼓勵 嗯 所以 如果聽到這邊啊 你覺得有點收穫 然後你有一些想法 針對於你自己未來管理好你的朋友圈的時候 你可以分享你的故事 給我們到雷蒙30的社團裡 嗯 或者是 Hashtag雷蒙30到IG分享 我們看到都可以留言 那如果你喜歡這一集的話 別忘了 還沒有給我們Apple Podcast 評價的朋友 可以記得去留下五星評價 留個評價 我們看到都給你個回應喔 嗯 謝謝你的鼓勵跟分享 讓我們可以更好 那我就來念一下最近給我們 Apple Podcast 評價的盟友吧 謝謝Max Loveweed 她說 深淺萌粉報道 之前一直很喜歡看 志勋的文章 不管在個人 成長 履歷撰寫活動 舉辦的內容 都對我很有幫助 現在也追了好幾集 Podcast 特別喜歡五月天這一集 真實地揭露了志勋的成長心境 雖然不是五迷 但後面用歌名竄奇的肺腑之言 還是讓我很感動 謝謝這陣低迷日子 鼓舞我的志勋和柚子 請你們繼續加油 謝謝你 我們會繼續努力的 也謝謝JAJA2017 她說 最近都利用通勤時間聽雷蒙30 覺得豐富了很多空白的時間 也解開了一些過去對直哀的困惑 謝謝你們無私的分享 訪談的部分也真的很棒 能聽到很多不同的人生故事 謝謝你JAJA2017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內容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